魔道祖师 第五章 杨阳 四 这嘈杂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 前后左右 头上脚下 像是一片窃窃私语的汪洋 嘻嘻嗦嗦 嘻嘻哈哈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有大有小 魏无羡甚至还能清楚地听到某些灵星的句子 但又转瞬即逝 让他捕捉不到确切的字眼 因为实在是太吵了 魏无羡一只手继续按着太阳穴 另一只手从乾坤带里取出一只 堪堪可以置于掌心的风鞋盘 风鞋盘的指针颤颤巍巍地绕了两圈 越绕越快 不多时 竟开始疯狂地旋转起来 上回大范山上 风鞋盘指不出方向 已是怪异 可他这次居然自动旋转起来 一刻都不停 这情形比指针纹丝不动 更加匪夷所思 魏无羡心中不祥的阴影越来越浓 出声喊道 精灵 两人在石堡里已经走了一阵 并没有看到活人的踪影 魏无羡连喊几声不见应答 前几间石室都是空荡荡的 可是走到深处之后 忽然有一间石室中央摆了一口漆黑的棺材 这口棺材摆在这里 十分的突兀 但棺木通体黑尘 棺形打得十分漂亮 魏无羡拍了拍他 木质尖实 声音嘟嘟作响 道 好棺 蓝旺基与魏无羡 分别站在他的两侧 对望了一眼 同时伸手将棺盖打开 棺盖被打开的那一刻 四周的嘈杂声忽然成倍的高涨 潮水一般淹没了魏无羡的听觉 就好像他们此前一直被无数双眼睛窥视着 这些眼睛的主人在悄悄地监视 并讨论他们的一言一行 见到他们要打开棺木 都忽然激动了起来 魏无羡本设想了几十种可能 做好了应对腐臭扑鼻 魔爪伸出 毒水狂喷 毒烟四散 怨灵扑面等等的准备 他最希望看到的里边是精灵 然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真的什么都没有 这是一口空观 魏无羡略感意外 又有些失望 精灵没有被困在此处 蓝旺鸡靠近了些 避尘自动出窍几分 冷光盈盈照亮了棺材的底部 他这才发觉 棺材里并非什么都没有 只是棺材里的东西 比他预期的尸体之类要小得多 藏在了棺材底部的最深处 棺材里躺着的是一把长刀 此刀无窍 刀柄似是黄金铸成 看上去沉甸甸的甚有分量 刀身修长 刀锋血量 枕在棺底的一层红布之上 映出血一般的颜色 森森一股杀伐之气 棺材里头不放尸体 却放着一把刀 行鹿岭上的这片石堡 真是处处透着古怪 步步露着诡异 两人合上棺盖 继续朝里走去 每一间石室 都有一口这样的棺材 看着棺材的质地 年岁各不相同 而每一口棺材里头 都安置着一把长刀 直到最后一间 依旧没有精灵的踪影 魏无羡河上棺盖 心中微微地焦躁难安 蓝忘机见他 簇眉覆手走来走去 将古琴横在棺木之上 略意沉吟 仰手 一串弦音 从指尖流泻而出 他只弹了短短的一段 右手便撤离了琴身上方 凝神望着 仍在颤动的琴弦 忽然 琴弦一阵 自发弹出了一个音 魏无羡道 问灵 问灵 是姑苏兰氏仙人 所作的一支名曲 他与招魂不同 作用于不明王者身份 且没有任何媒介的情况 弹者以琴音奏问 对王者发出疑问 而王者的回音 则会被问灵 转化为音律 反映在弦上 琴弦自发而动 说明着石宝里的王魂 已经被蓝忘机 请来了一位 接下来 双方就该以 琴雨 一问一答了 琴雨 是姑苏蓝氏的秘迹 魏无羡虽然涉猎颇广 终有不能急处 他轻声问道 问他此地是什么地方 谁建造的 蓝忘机精通问灵情语 无需思索 杏手便是轻轻烈烈的两三声 片刻之后 琴弦又自动弹了两下 魏无羡道 他说什么 不知 啊 蓝忘机慢条思理道 他说不知 魏无羡看着他 忽然想起了许多年前 某一段与随便相关的对话 摸着鼻子 老大没意思 心道 蓝湛太出息了 都学会讲笑话了 一问不成 蓝忘机又谈了一句 琴弦在印 还是刚才那 枪枪的两个音 魏无羡听出这次的回答 又是不知 问 你又问了他什么 因何而死 魏无羡道 若是无意中被人暗害 确实有可能不知道自己死因为何 你不如问他 知不知道是谁杀了他 蓝忘机扬手拨弦 然而回音依旧是枪枪亮声 不知 身为被禁锢在此处的魂魄 一不知此为何处 二不知死因为何 三不知为谁人所杀 魏无羡也是头一次遇到这样 一问三不知的王者 心念一转道 那你再问个别的 你问他是男是女 这他总不会不知道吧 被他怂恿 蓝忘机一言而揍 撒手之后 另一根弦 坑的有力一弹 蓝忘机一道 难 魏无羡道 总算有件事知道了 你再问 有没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进到此处 答曰 有 魏无羡又问 那他现在人在何处 情弦顿了顿 方才给出回应 蓝忘机听了 却是微微一睁 魏无羡道 怎么了 他说什么了吗 蓝忘机缓缓地道 他说 就在这里 魏无羡一哑 这里 指的应该就是这座石堡 可他们方才搜了一遍 并没有见到精灵 魏无羡道 他不会说谎吧 蓝忘机道 我在 不能 也是 奏问者是韩光君 来临自然是说不得 不得谎 只能如实回答 魏无羡便在这间石室里到处翻找 看看有什么被他错漏的机关密道 蓝忘机思寸了片刻 又奏问了两段 得到应答之后 他却神色微变 魏无羡见状盲问 这两个问题都是在试探来临的身份底细 魏无羡心知 他一定得到了不同寻常的答案 那如何 蓝忘机道 十六岁 蓝灵人士 魏无羡的脸色也突然变了 问灵请来的魂魄 竟然是精灵 他忙宁神细听 铺天盖地的嘈杂声中 似乎真的隐隐能听到精灵微弱的几声叫喊 却又听不真切 蓝忘机继续奏问 魏无羡知 他必然是在询问具体位置 紧盯着琴弦 等待着精灵的答案 这次的回应较长 蓝忘机听完 微微醋眉道 他让你立于原地 面朝西南 听弦响 想一下 前行一步 轻声息指之时 他便在你的面前 魏无羡一语不发 转向西南 身后传来七声弦响 他便朝前走了七步 然而前方始终空无一物 轻声还在继续 只是间隔越来越长 他也走得越来越慢 再一步 两步 三步 一直走到六步 轻声终于静默了下来 不再响起 而在他面前的 只有一堵墙壁 这堵墙是以灰白色的石砖 堆砌而成 快快沿河无缝 魏无羡转身道 他在墙里 碧尘出鞘 四道蓝光掠过 墙壁被斩出了一个 整齐的井字形 两个人上前动手拆砖 取下数块砖石之后 大片的黑色泥土 裸露了出来 原来这座石堡的墙壁 做成了双层 两层坚实的石砖中间 填满了泥土 魏无羡赤手刨下一大片土 黑乎乎的泥土中间被他刨出一张 双目紧闭的人脸 正是失踪的精灵 精灵的脸原本没在土中 一露出来 突然空气灌入口鼻 灯石猛的一阵咳嗽 魏无羡见他还活着 一颗心总算是放了下来 精灵方才命悬一线 否则也不会被问灵捕捉到 他即将离体的生魂 好在他被埋进去的时间不长 如果再拖一刻 就真的要活活地窒息而死了 两人忙将他从墙壁里挖出来 谁知道拔出萝卜带出泥 精灵上身出土的那一刻 他背上的长剑勾出了另一样东西 一条白骨森森的手臂 蓝旺鸡将精灵平放在地上 探他的脉象施以救治 魏无羡则拿起碧尘的剑鞘 顺着那条白骨壁 在土里娴熟地戳戳袍袍 不多时一副完整的骷髅 呈现在他眼前 这具骷髅和刚才的精灵一样 呈站立姿势被埋在墙壁里 惨白的骨头和漆黑的泥土 对比鲜明而刺目 魏无羡在土里翻了翻 又拆了一旁的几块砖 一番搅动 果然在附近 又发现一具骨头架子 而这一句 还没烂得彻底 仍有皮肉附在骨头上 头盖骨还有乌黑蓬乱的长发 残破的衣衫是水红色的 看得出来是个女人 她倒不是站着的 骨架弯着腰 而弯腰的原因 是因为她腿边 还有一具尸骨 是蹲着的 魏无羡不再挖下去了 她退后几步 耳中嘈杂声如潮水般 汹涌肆虐 她几乎能够确定 恐怕这座石堡厚厚的泥墙里 全都填满了 姿势各异的人的尸骨 头顶脚底 东南西北 站着坐着蹲着躺着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最后 我们下探了